泡泡马特要见主题乐园 空有IP 没有故事 随着盲盒概念降温 行业竞争加剧 如今的泡泡马特倍感压力 2020年12月11日 潮玩第一股泡泡马特成功在港上市 发行价为38.5港元每股 首日大涨收于68.82港元每股 总市值超1000亿港元 随后在2021年2月 其股价达到最高点107.6港元每股 总市值也逼近1500亿港元 今年1月初 多家媒体报道称 泡泡马特与北京朝阳公园达成合作 朝阳公园将授权泡泡马特 使用园区内欧陆风月项目及其周边街道森林 也就是说 泡泡马特将在北京建造驻提乐园 而其创始人王宁早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 泡泡马特有一个宏伟的目标 就是5年后成为国内最像迪士尼的大家公司 然而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资本市场似乎对此并不买单 1月28日 泡泡马特跌破发行价 爆收于每股37.7港元 截至2022年2月18日 泡泡马特收盘价为40.45港元每股 总市值为567.08亿港元 市值较高点已经中发近千亿港元 见主题6元 造中国迪士尼 听起来很美 但其实 泡泡马特的迪士尼梦恐怕很难实现 近年来 泡泡马特一直在弱化自己的盲盒标签 2021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 创始人王宁强调 在泡泡马特上市前后 我们反复给人解释 泡泡马特不是一家盲盒公司 是一家基于IP的潮玩公司 为何泡泡马特急于与盲盒公司划清界限 一方面 盲盒的本质 是消费者通过购买盲盒前的心理预期 和开盲盒后的惊喜 来实现自己的期待感与幸运感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消费者购买的其实是盲盒带来的不确定刺激 当盲盒的本质被揭穿后 有关盲盒是否是智商税的讨论一直不断 泡泡马特也长时间深陷负面于情 与消费者质疑之中 另一方面 商家饥饿营销 盲盒市场也蛮生长 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消费纠纷 对盲盒的监管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但从泡泡马特的招股书可以看出 市场将泡泡马特与盲盒划上等号 确实不无道理 招股说明书显示 2017至2019年以及2020年上半年 泡泡马特的盲盒产品营收分别为9140万元 3.596亿元和13.592亿元 6.89亿元 分别占同期泡泡马特总营收的57.8% 69.9% 80.7% 84.2% 而此后 或许是为了进一步弱化盲盒公司标签 从2021年开始 泡泡马特在财报中 就不再将盲盒的收益单独列出 但近期 泡泡马特与盲盒 又再次被推向风破浪尖 今年年初 泡泡马特与肯德基联名 推出了99元的低慕盲盒套餐 盲盒一共有7款 6个常规款和一个隐藏款 媒体报道称 为及其盲盒 有消费者一次性花费10494元 购买了106份套餐 还有消费者为求娃而后买带吃服务 故人代买 带吃套餐以获取盲盒 1月12日 中消息点名肯德基泡泡马特登上热搜 中消息指出 肯德基以限量款盲盒销售 及时使用商品是以饥饿营销手段刺激消费 导致消费者为了获得限量款盲盒 而超量购买造成无畏的食品浪费 随后在1月14日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 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 给出了20条合规建议 对盲盒销售行为划出了红线 泡泡马特是一家盲盒公司的性质 或许已得未变 而如今监管力度再次加强 对于泡泡马特来说 想要转型改善营收结构 改变在大众消费者心中的形象 更面临不小的挑战 那么建造主题乐园对于泡泡马特来说 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以迪士尼为例 公开数据显示 上海迪士尼的占地面积为0.91平方千米 总投资约340亿元 此外2005年开业的香港迪士尼乐园 总面积相对较小 前期投资为28亿美元 在连续亏损7年后 才于2012年实现首次盈利 再看北京环球影城 据公开资料 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 共计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而据中信箭头预测 北京环球影城全年将吸引客流 约600万至700万人次 成熟后年接待游客数量 约1500万至2000万人次 按客单价1500元进行测算 则成熟后每年产生营业额 约250亿至300亿元 据此计算 北京环球影城的回本周期 也需要4年之久 当然 迪士尼与环球影城 都属于自带光环的乐园 而国内更多乐园 则处于长期的困境之中 据2016年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主题公园行业发展模式 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据泡泡马特财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泡泡马特现金及现金等价务 为56.8亿元 虽然泡泡马特的欧物风域园区 占地面积仅约0.03平方千米 但泡泡马特在IP打造 线下门店等方面 还需要持续投入 要建造一家城体系的主题乐园 资金依然相对吃紧 此外 除了乐园建设的前期投入外 对于乐园的园区设计 主题创意 游玩模式等贯穿硬件设施 及娱乐服务的每一环节 都非常考验企业的专业水准 对于从未有过此类经验的泡泡马特来说 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可想而知 提起迪士尼 消费者大多都会想起米奇 唐老鸭 狮子王等经典IP 而促使消费者前往迪士尼主题乐园的主要原因 正是这些IP背后的故事 与消费者产生的情感连结 纵观迪士尼这家企业 核心在于以IP为起点 形成内容API渠道 加衍生品的闭环生态产业链 创造了独特的收入模式 产业链的上游 是迪士尼旗下的内容工作室 通过制作动画及实景电影 并在电影院和流媒体平台发行内容 来获得票房收入和订阅费收入 产业链的中游 是通过把电影IP投放到娱乐资产上 包括电影光盘 主题六元及度假村等 创造IP的二次价值 产业链的下游 则是IP衍生运营拓展 及衍生品开发 从而实现内容IP的长线价值 台报显示 2021财年 迪士尼营业收入为 674.18亿美元 其中迪士尼媒体和娱乐发行收入 508.66亿美元 主题公园和度假村收入 165.52亿美元 可以看出 主题公园和度假村收入 只是迪士尼商业模式闭环的一小部分 而此项收入的原动力 也是基于优质内容本身 没有故事的IP 很难打动更多的消费者 而同时 首先是爆款猫力的失宠 台报显示 猫力在2019年的营收为4.56亿元 占总营收的27.1% 2020年 猫力的营收降至3.57亿元 占总营收的比例下滑至14.2% 而2021年上半年 其贡献的营收下滑至2.04亿元 占总营收中的比例 已降至11.5% 另一个曾经的爆款Party 命运也与猫力出奇的相似 而随后打造出来的新IPDMU 吸金能力同样受到挑战 台报显示 2021年上半年 DMU带来2.05亿元的营收 占总营收为11.6% 而2020年同期DMU的收入 占总营收比为14.4% 由此可见 泡泡马特核心IP的影响力 在消费者心中正在不断降温 没有故事的IP生命周期难以长久 泡泡马特这些IP 尚且不能留住潮玩爱好者的心 也将更难被广大消费者所认可 中国迪士尼 听起来确实很美 但其实泡泡马特与迪士尼的商业路径 与盈利模式完全不同 泡泡马特即便是要做主题乐园 但企业难思盲盒标签 核心IP生命周期短 六连投入大产出万等问题 都让泡泡马特的这个选择备受质疑 中国迪士尼或许一开始就注定梦南源